九花八新闻线 当然今天的新闻线 也是有很多的内容准备给你的 首相关注飙车党的问题 内长已经指示 各个单位一定要严厉执法 有调查发现 作息失衡和财务压力 是67%的大马人都工作倦怠 好累哦 特斯拉放弃了东盟设厂安华是说 没有办法跟中国竞争 所以特斯拉是亏损的 泰国媒体早前就引述消息报道说 特斯拉这个电动车厂 已经放弃了东盟国家 设立电动车的工厂了 这也代表着特斯拉 不会在我国设厂了 特斯拉目前只有在美国中国和德国有制造厂 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在2022年8月曾经宣布 要在全球设立10到12座的超级工厂 那多个国家包括东盟各国都有在争取 啊快点来啊 这里设厂好了 那在去年7月的时候 首相安华呢就高调的宣布 跟特斯拉的执行张马斯克已经会谈了 说会扩大在我国的投资 哎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哦 但是一年之后就现在了 传出特斯拉在东盟的投资计划有所改变 这个设厂计划有所改变 自然就引起各方的关注了 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部长东姑扎夫鲁 先是回应了说特斯拉其实从来都没有承诺过 要在我国设厂呢 他解释我们确实是有和特斯拉的创办人 马斯克商讨要吸引投资这个部分 但是关于设厂其实完全都没有承诺过 那么到底这一年里特斯拉遇到了什么事 而就是突然出现了变数呢 首相安华今天就说明了 特斯拉因为没有办法和中国的电动车竞争 现在正在面临亏损 所以才决定要放弃在东南亚设厂的计划 同时特斯拉在泰国的运营规模比较大 而马来西亚的电动汽车行业 还是处于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 安华强调这些呢 是东姑扎夫鲁直接收到特斯拉回复的信息 而不是从媒体那里拿来的 已经证实了一个这样的消息 其实呢外资流入大马呢 是为刺激到我国的经济增长的嘛 当然也会增加我国的工作机会 说到工作的话就想要问你 你有没有出现职业倦怠呢 其实还好耶 因为我刚可能我刚开始工作不到两年嘛 新鲜人就是热情满满的 所以呢不会感到倦怠 不会感到疲倦 其实呢薪资和福利软件供应商 Employment Hero 他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就发现啊 三分之二的大马员工 都是有工作倦怠的情况的 其中啊千禧一代的倦怠感更为严重哦 报告是提到大马员工的工作倦怠率 正在明显的增加从2022年的百分之五十八 上到了今年的百分之六十七 这也说明了大马员工 其实是缺乏心理方面的健康支持 而且工作环境方面可能也有待改善了 那为什么这些受访的员工会工作倦怠呢 报告就有说原因主要是有两个 首先是作息失衡了 当中在办公室工作的员工 作息是最失衡的 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 可能就可以应对工作倦怠 大部分人都是希望 每个星期可以至少一天远程工作 也就是work from home啦 再来第二个原因就是财务这方面的问题 有将近一半的绣防者认为 自己工作拿到的薪水 并没有帮助他们应对 现在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也就是薪水不够用啦 简单来说 就是说薪水不够用 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生活质量要变得好嘛 所以呢工作跟这个上 这工作跟生活都要平衡 那大多数人呢其实都希望 可以在生活上过得更好而努力 但是请不要因为你的贪念而停而走险 包括说去诈骗 国内银行业者正在推出一项新的功能哦 一旦检测到客户的设备 就是他的电子设备 是有高风险的恶意软件 或者是有可疑的远程访问的话 就会马上暂时限制用户 使用他们的银行应用程式了 大马银行公会ABM和大马伊斯兰银行 及金融机构协会AIBM是说 这个标记恶意软件的屏蔽功能呢 其实是会直接向入银行的 移动程式的APP当中 而这当然就是为了要防止发生 没有经过授权 然后呢就在银行交易嘛 他们为了保护客户呢 就有这个预防他们成为恶意软件 诈骗受害者的一个功能了 所以说接到任何的可疑讯息 都还是要保持很高的警戒 对于网路上的消息其实也是一样的 早前有网路媒体严肃消息报道 说警队最高领导曾会出现大变动 但是后来全国警察总长拉扎鲁丁 就出面辟谣反驳了相关报道 强调这个消息不是真的 而吉隆坡总警长鲁斯迪也说 警方已经接获了投报 援引警示法典 破坏公共安宁的条文 还有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开档调查涉嫌有关报道的记者 而来到今天呢 三名当今大马的新闻从业员 就已经被警方传召录供 根据了解这些警方是要记者透露 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当今大马这三名记者 都是拒绝透露这个消息来源 是要保护这个消息来源嘛 那行动党副主席 郭肃沁呢是非常关注这件事 他认为警方调查媒体 其实是会影响到新闻自由的 郭肃沁说 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基石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当中 记者应该要能够在没有恐惧 还有威胁的情况之下工作 他认为警方现在要求记者 去透露消息来源 其实呢就是在向媒体 传达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就是可能会压制 这些媒体工作者的独立和自由 那他也说呢 新政府是要纠正过去的错误 去推动国家 朝向更民主更透明 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不是延续那些就有的压制和控制手段 所以他呼吁有关当局请停止再施压记者了 关注完这起争议 其实这几天呢 我国还有另外一个争议 就是端姑阿都哈林路 前称大使路Jalan Dutta的土地的争议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 高庭前天预令政府 把相关路段一带面积 263.27英亩的土地 归还给地主 Samanthan Estate 1952私人有限公司 而这个名为Dutta & Cliff的土地呢 目前是建有联邦直辖区的清真寺啊 大使路政府大厦 大使路驱棍球场 大马连政机构 还有大马反贪屋学院等等一些建筑物的 政府是在1956年根据当地的 当时候的一个土地征用法令 以1令吉32仙这个价格征用了这片土地 用来开发外交区 但是在2009年 高庭裁定政府非法侵占了这片土地 那对于这项判决的结果 首相安华就认为 政府有必要重新检讨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 并会在下个星期的内阁会议提出这件事 那安华就说呢 这片土地很早就用于公共设施的用途了 而不是用在私人发展的 但是法官有可能是受限于现有法律 而做出这个决定的 所以他就建议部长要重新去审视这个法律 那安华也说 如果套用现有的原则 国家可能会陷入混乱的 像是一些人民的土地 在独立之前或者是独立之后 被征用为官方用途的话 应该要怎么算呢 是官方还是私人的呢 就是到现在时间过了那么久 是不是会一些变动都说不准 那这个土地争议或许是各有说辞 但是下来要跟你聊的这个争议是 没有办法变 确实是一个明显的错误了 吉隆坡地沙金地花园 经建了一个有15碑景区 祝贺国庆日的电子广告 那背景的双峰塔 竟然变成了三峰塔 就引起网民的关注 有关的广告公司 今天凌晨在脸秀发文已经道歉了 说这个广告是由AI制作来的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了 目前已经马上撤下了有关的广告 而15碑的警方也同样已经道歉 并且要求广告公司 马上撤下有关的海报 确实是错的有点离谱了 觉得应该要上广告之前 要检查看看这个图片有没有错误的 好了来到八月份了 其实呢也是喜庆满满的一天 因为呢是我国的国庆月嘛 那同时这个时候呢 也是新加坡的国庆日 就落在今天八月九号的 那每一次到了新加坡的国庆日 尤其是现在是迎来一个长周末嘛 今天礼拜五了嘛 所以呢看到今天早上哦 马新两个路路关卡都出现了 长长的人龙跟车龙 像是在中午十二点半的时候呢 车辆如果是要从新加坡到新山的话 时间最长是要两个小时的 那看到checkpoints.sg这个网站显示 从雾栏关卡到新山的通关时间 在中午的时候啦 需要长达八十分钟到两个小时 至于从大市关卡方面呢 到马来西亚的话 则是三十五到五十分钟 那网民呢也在社交媒体分享说 昨天到今天一早呢 巴士站其实都有长长的人龙 大家都在等待巴士前往新山的 那目前可以看到那个关卡的状况 已经恢复良好了 通关时间都是维持在三十分钟左右 所以独自的状况已经改善了啦 可是毕竟因为现在已经是过了 那个高峰期嘛 不知道明天早上情况又是怎样 好啦明天就新闻就交交给你报啦 不知道你对你的工作是怎样啦 至于你的话呢 新闻线朋友 你在职场上有没有一些职业倦怠的问题 那有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你是觉得作息失衡的话 给你全报 那如果你认为薪水不够啊 点选set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没有倦怠我爱工作的话 给你决哈 老板听到吗 好啦三个选项啊 去到988的脸书那边去点选投票吧 现在进入了农历七月哦 其实呢 佛教团体啦 可能就会在这期间举行于兰圣会 不过看到在登加楼干马晚的 于兰圣会的活动 场地外面 就挂着非常醒目 红色的布条是写着 禁止穆斯林进入 其实呢 这是因为干马晚的 于兰圣会的组织 它是遵从干马晚的 市议会的要求 所以才放向这个 非常醒目的布条 主要是让穆斯林知道 这个活动呢 只是限制华裔参与哦 那活动组织说 这其实呢 也不是新的措施来的 他们以前也是有挂布条 不过这一次呢 他们做的这个布条是更大 而且是更明显的以避免有任何的争议嘛 组织成员是说 从今天9号开始 就会一连五天办 于兰圣会的活动 然后呢 也会聘请男女歌手登台演唱 他们已经提醒歌手咯 在穿着方面呢 一定要打扮的比较得体一些 不可以太暴露 以遵守登加楼州的 这个娱乐的指南 之之所以会有担心这些争议的发生 就会早些时候啊 乖拉登加楼市政厅 有要求活动团体要遵守活动指南 禁止非穆斯林的女歌手 在仇神歌台表演 除非是在封闭的空间 或是专属的空间演出 必须要确保现场 没有穆斯林的观众 所以才会有这个布条 要禁止可能有穆斯林 不小心闯入有关的区域啦 而马华总会长魏嘉祥 在马华登修大会主持开幕的时候 就有说 不管是登加楼禁止女歌手 和舞者演出的风波 还是落实的男女座位 分开政策等等 其实都已经违反了 宪法赋予民众享有的行动 和衣着自由 他说其他的国家 像是沙地阿拉伯 落实更加开放的政策 包括允许女性开车 但是反观 我们马来西亚 却越来越阿拉伯化 落实保守的政策 所以他就要求朝野政党 不要争着以神权主义 这个国家 这只会让我们马来西亚 走回头路 变得越来越狭隘 就希望马来西亚 是走向更开明 更好的方向走 那看来可能需要一套法律 来确保各族都要和谐共处了 但是如果是要某一个法律 或者是指南来 确保我们和平共处的话 其实也蛮可悲的 不管怎样 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莫哈莫纳因是说 他们现在正在拟定 马来西亚和谐宪章 而且会在近期内 就把这个宪章的内容 带到内阁会议那边讨论 当然他们会先把这个宪章的建议 提成到国家伊斯兰事务理事会 MKI和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那边去寻求预准的 所谓的这个马来西亚和谐宪章 就是由国内的伊斯兰 和其他的宗教学者 一起拟定的一个内容 来确保各族人民之间 要互相的尊重 还有和平共处 比如说在某些事情上 像是宗教文化的课题上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做 有什么东西是避免做的 都会在这个宪章内容里面呈现的 那其实宗教这个课题 最容易是在补选啊 或者是有些选举的期间被挑起的嘛 那下来吉兰丹能吉里补选的投票日 就会在下个星期六十七号登场了 但是在竞选期间 国阵却被质疑 滥用政府的资源来宣传 就连竞选盟也呼吁 不要公器私用 影响公平选举 而国阵主席阿莫扎西 今天就向在野党喊话 如果有证据证明 国阵在能吉里州补选中 滥用了政府机构 请向相关当局去报告 他还调侃的说 吉兰丹政府也在做同样的事啊 而国阵巫统的对手 国盟这边呢 就闹出另外一个风波 就是威胁选民的风波 因为早前就有媒体报道说 伊斯兰党的总秘书达基尤丁 在一场的讲座会上是说 如果选民呢 投的是给非洲政府的候选人 可能会面临土地申请的问题哦 这像是一个威胁的言论哦 当然达基尤丁已经证实 警方有传召他去录取口供协助调查的 不过现在他因为忙于这个补选嘛 就希望警方给他多一点的时间 保障在能吉里投票日之后 就是下个礼拜六之后 才会去配合警方去录取口供的 他也说警方传召他是因为有话忘声的 乌清团的成员向警方投报 说他威胁了能吉里的选民 那段话听起来确实是 嗯可能要再考虑一下啊 吉兰丹能吉里州一起补选是国门和国阵一对一的较量 国门候选人是土团党的利兹瓦迪 而国阵的候选人则是巫统的 莫浩默阿兹玛威菲克里 重点可以聚焦在国门的候选人利兹瓦迪 为什么呢 其实利兹瓦迪原本是伊党的党员 而且还曾经是伊党化妄生区部青年团的副团长 而就在他加入土团党的两天之后 就成为了代表土团党上阵的能吉里候选人 利兹瓦迪也曾经有说过一党就是土团党 土团党也就是伊党 我们就是国盟 那才加入土团党就可以代表上阵 难免会引起一些争议嘛 但是土团党领袖为利兹瓦迪护航 表明虽然后选人入党的时间不长 但重要的是利兹瓦迪是国盟认可的候选人 具备上阵的资格 今天早上的九八八早点up十四一百度 有邀请到评论员刘哲伟 他有讨论到国盟候选人的这个课题 当然也要听听他看 看他是怎么看待能吉里这场补选的 到底是谁会胜利呢 来听他怎么说 有趣的一点就是他的华益只是0.2% 多的是多在欧兰阿斯利 13个percent大概 这个补选我有兴趣的是水上阵 最重要的是水上阵在国盟那边 那个议席本身是土团的 所以简单来说在普通情况之下 应该土团的人用伊斯兰党的旗帜上阵 而你所在比如说吉兰丹比的议席 你是靠伊斯兰党的选民 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个议席让给土团呢 不如我们自己拿来呢 都是我们的 我们让出去 又用我们旗帜 什么都用我们的 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议席送出去 所以土团那边容易交代 还是土团上阵 可是我把你的人借过来 他不是真正叫他跳过来什么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两个党都非常容易交代 土团的立场就是我们没有弱 还是用回我给我们去竞选 伊斯兰党那边就容易 你看我们的人极优秀 土团上阵要跟我们借人 目前来说在普通的情况之下 叫中间没有太特别的东西发生的话 都是国盟那边会比较有优势 巫统有机会嘛 虽然不会说一定会输 可是也没有在很有优势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很多人说 灯狗拉扎丽领军在那边 灯狗拉扎丽 灯狗拉扎丽 我不会说他的实力和影响力会很弱 只是说他没有强到说 不管什么风吹来都保得住那种 因为他一个人令到整个周旋去给巫统赢了 我蛮悲观在这一点 国阵那边有优势就是 他有的是钱 这个普玄会比较感性化 感性化的意思就是 因为他们可以接受没有material development 我们不能说是对还是错 他们觉得material就说那个实际的发展 他们不会说看得很注重 谢谢哲伟的讲评 主要是要提醒你呢 能及里的补选 结果下个星期67号就会揭晓了 到时候是国盟胜出 还是国阵胜出就知道了 那现在呢 要带你关注的就是另外一个课题 就是有关交通的课题 还记得前几天 新闻先有跟你分享 那个北海那边发生上百辆的摩托车 逆行的事件吗 很恐怖 那首相安华呢也关注了这件事 内政部长赛布丁是说 首相现在关注到了国内的飙车党 还有就是摩托车意外频频发生的问题 而且首相已经下达指令了 要求相关的部门和警方 一定要严厉的执法 举行安全行决活动等等 以便可以从根本来解决问题 他也说他和社区安全联盟主席李林泰会面 都认为需要从法律那边解决摩托车意外的问题 同时警方那边当然也会严厉的采取取缔行动了 话虽如此啊 但是有一名女车主却爆料说 交通警察会对违规的交通者争议之眼 闭义之眼 一名女车主就把行车记录仪拍摄到的画面 上传到社交平台 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Segama的路段 有很多的轿车或是载满学生的校巴 为了贪方便 集体违规U-turn 让他吓得不断的暗号 而离谱的是呢 其实当下在现场 有两名交通警察是经过的 结果却对于这种违规的行为视而不见 女车主就大呼 大马真的是一个ボレレン 他就说 这个路段是一个双线的道路 也已经有不可以U-turn的一个告示牌 但是还是有司机不愿意遵守交通法律 提醒所有的驾驶者一定要遵守交通法律 因为呢 可能就会发生交通意外 如果没有遵守的话 想问问你的职业倦怠感 会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新闻线有高达67%的听众都认为 是薪水不够啊 那另外25%的是坐骑失衡 然后最少的就是没有倦怠我爱工作 大部分的人都选薪水不够耶 不管怎么现在已经是迎来礼拜五了嘛 应该要撇开工作 对好好的休息 当然今天晚上九点呢 我们也要好好的支持我们的跳舞水运动员 他会在三米跳台的时候登场哦 那他之后的详情啊 或者是他的成绩啊 我们也会在988的脸书update的 我是舒婷 我是张红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君子有个愉快的答案